我好像不知如何 再去喜欢一个人了 不需要借口 慢慢的 我才明白了那句话 单身久了 会失去爱和被爱的能力感觉 至今都不知道 怎样才算喜欢一个人 算起来 我和你分开 其实也不算太久 可我感觉 自己好像再也不会喜欢上任何人了 我曾劝过无数的试炼患者 姑娘 大哥 别忒矫情 你这辈子真不会只喜欢一个人 而当事情真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之后 才发觉 那句话是多么的空洞 我知道 也许以后我还会喜欢上其他人 我会慢慢的 一点点的 放下你 可此时此刻的我 心里 还是只有你 也只能有你 你知道为什么和你分开后 我就逐渐习惯了单身吗 因为 分开后那么长的时间里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和不是你的他相处了 这种感觉 让我无所适从 所以我宁愿继续单身 也不愿意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都说 习惯是一个最可怕的东西 我也是现在 才深感其唯利 有时候 他几乎主导了你的一切行为 但 现在想想 其实 我还挺感谢你的 因为 和你分开后 我才学会了 如何面对人生 必须所面对的孤独 谢谢你 晚安 从无数次我都在想 我应该 会孤独终老的吧 谢谢你啊 让我从此 习惯了单身 其实我没你不能活 这段视频 送给所有 心里都住着一个人的朋友 到现在 还是单身的朋友 或者 已经结婚 但是内心 永远有一处 是留给某一个人的朋友 送给 曾经 都有过一段 刻骨铭心爱情的你啊 根本没人说 陪你走的路 你不能忘 因为那是我 最快乐的时光 晚安 你别太在意 我身上的记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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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